動了 對的好 那今天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活動 就是首先當然是很感謝 就是G0V我們NPO的進駐夥伴 就是願意跟大家就是做這樣子的分享 就是因為他們平常其實蠻習慣做 一些遠端工作 還有一些線上的寫作的工作模式 對 所以也是他們主動的跟大家說 願意跟大家做這樣子的分享 那我們也接受到很多的會員 其實有平常因為不太習慣 這樣的工作模式 所以也確實有這樣的需求 所以我們就趕快呢 就是趕快辦了這樣子的活動 那希望大家就可以透過 今天的活動的內容跟G0V的分享 可以讓大家就是更快的 可以適應這樣子的工作方式跟節奏 對 好那今天的活動流程 主要就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的話是 等一下我們一直到三點的時間 會是把時間交給G0V這邊去做 就是他們的平常遠端工作的一些分享事項 然後還有一些工具的介紹 那最後半個小時的話 我們會進行QA的時間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他們分享過程當中 或是QA環節的過程當中 大家都可以盡量的在留言區裡面 跟 就是跟夥伴們去做互動跟提問 那問題呢會在就是QA時間 統一由我這邊去做 提問 那沒有回答到的問題 大家也不用擔心 就是我們最後會整理文字 文字的部分 然後也會請G0V這邊 就是幫我們做文字訊息的回覆 然後我們會一樣跟這份簡報 一起提供給大家 對所以大家就可以盡量提問 好 那今天呢 就是我們邀請到G0V 就是我們的進駐團隊 那他們也在就是疫情期間 就是疫情開始之後 就是很很緊急的去做了很多 就是可以幫助大家提供更多資訊的一些 一些訊息在就是在網路上面 網站上面 那我們也都分享到大家群組 就包含就是野生資訊的整合的平台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買菜共筆的一些 記錄這樣子 所以也可以就是 就是今天就是也很非常開心邀請到 就是G0V可以跟大家做這樣子的活動的介紹 對那 等一下呢 我們就會把時間就是交給G0V 然後開始他們的分享 活動前先發合照囉 對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我先退出我的分享 然後呢 在交給G0V之前呢 因為很開心看到大家 對 所以我們現在呢 先來跟大家簡單的做一個 大合照 大家給他設定一下 我現在正在調整我的畫面 大家設定好 我們等一下要倒數 大家記得開那個鏡頭喔 記得開自己的鏡頭 來大家開啟自己的鏡頭 我們來做個大合照 嗯 等一下大合照的時候要記得看鏡頭喔 不然眼睛會 啪啪啪啪啪的喔 哈哈哈哈 要看鏡頭看鏡頭 好 大家準備好了嗎 好了 可以囉 那我們就準備囉 有人鏡頭沒有開齁 他們害羞對不對 大家害羞嗎 來啦 開起來吧 開起來 哈哈哈 開起來 開起來 好 那我們先來拍一張喔 來 1 2 3 好 大家可以 換個動作 我們再來一張 好 1 2 1 2 3 耶 好的 太好了 那我們現在的時間就交給G20V來跟我們分享 好的 大家好 我是G20V舊松團的Bass 然後今天我會先開始跟大家介紹就是G20V舊松團 想要介紹給大家的遠距離工作的秘訣 然後今天還有另外一位是我的同事E傑 以傑要跟大家打一下招呼嗎 哈囉大家好 我是以傑 對 然後平常會出目 比較常出目在辦公室的就是我們兩位 然後 然後就是 我們其實就是從 從去年開始 就其實一直開始就在準備就是所遠距離工作這件事情 因為疫情其實從去年就開始 然後 然後 然後所以就是想要鼓勵大家就是 如果你一開始覺得就是這件事情很困難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 我們也是真的準備了很久 然後 首先就是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想要建議大家 就是那個 呃 在遠距會議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沒有要發言的話 記得把你的麥克風先關起來 就是現在在你的那個畫面的最下面有一個 應該會正中間應該有三個鈕 一個是麥克風 一個是掛掉點會出童話 一個是攝影機 所以呃就是如果你不講話的話 就要麻煩你先把那個麥克風先關掉 對 好的 那我們 然後這個這個步驟很重要 因為就是你在其實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中 就是不起眼的一件小事 在視訊會議就會被無限放大 就是例如說 就是有人從 有小孩從後面跑過去 然後撿腳 然後其他人就會被 就是在平常可能就是還好 可是在視訊會議面 其他人在耳機裡面聽起來就會非常可怕 嗯 好 那我來分享我的簡報 好的 那我今天就是 呃 這樣大家有看到我的畫面嗎 想確認一下 有 好 那呃 我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遠距工作的鄰居 然後呃 救中團的一些遠距工作 跟現場活動的協作方法 那呃 首先就是想跟大家介紹 就是我們是軍營利林市政府救中團 然後呃 我們就是在那個MBO Hub 呃 4C 然後平常 剛才說的就是平常會出現的就是我 然後跟影界 然後其他 其他人都是 就是制工 所以他們就是平常的話應該 就差不多是每周可能會出現一次 大概跟我們開會這樣子 那 我們就是呃 從 去年開始就是 除了有 嗯 除了一直都有在辦的實體歌頌之外 我們其實從去年開始就開始準備 就是線上來的歌頌 然後所以就是 今天很高興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 一年來的一些 過程 然後呃 呃 今天大致上要分享的內容呢 就是 呃 社情的協作方法 然後跟我們呃 舊送團的公共管理 跟如何舉辦現場活動 然後最後就是Q&A的部分 好 首先第一個就是 我就直接切入正題的就是 遠距工作的秘訣 然後呃 舊送團的非常重要的一個秘訣就是寫作 然後呃 呃 呃 我們從就是在呃 呃 我們其實其實 其實舊送團的那個原始的工作 中團其實一直都是遠距 就是呃 因為我剛才說的就是其實平常會進辦公室的人 大致上就是無關一切 然後其他其實基本上就是偶爾進來的模式 但是我們其實都必須要保持就是我們所有的呃 工作進度跟內容讓所有人都知道 然後這個這件事情就是要做好非常多的溝通工作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呃 呃 你要就是大家需要確認說呃 呃 呃 你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進入這個遠距工作的狀態 那這個等一下會 說明更多 那呃 呃 幾個大方向就是就是呃 呃 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都可以進入遠距工作狀態 或者是大家的設備是不是都準備好了 或者是你有流程就是需要需要改善 然後再來是呃 工作流程調整 然後這個這個這件事情其實就非常多 我覺得基本上就其實是遠距工作秘訣的一個很重要的核心 那呃 第一件事情呃 例如說呃 你需要就是利用更多的專案管理工具協助確認 就是你跟大家之間的溝通 無礙 然後以及就是呃 平常就是呃 平常常你在辦公室跟大家講話 大家可能會看到你的臉 或者是你的表情 或是呃之類的很多自己動作 但是 現在在遠距工作 大家可能只會看到你的文字訊集 或者是顶多视讯的时候 会看到你的脸 那但是就是在缺少很多其他 就是肢体里面 或者是很多辅助的手法的方式下 就是大家的沟通会很容易 就是呈现很模糊的状态 所以就是大家要开始练习说 就是讲话的时候 要尽量避免就是模糊的用词 我刚刚这里我就写翻例 就是我今天把那个档案放进 你昨天所有资料夹了 讲完之后就 所以那个资料夹是什么 然后你昨天说我是什么 对 那再来就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开会避免冗场 然后这个就是也是 考验大家的就是要去调整 就是你们本来的开会流程 以及你们的分组习惯 例如说真的是 真的需要所有人都来的会议 真的每周都要开的话 那可能就一次 那其他的话 那可能就渐渐的分成 是小组式的会议 然后如果所有人都要出现的会议 那我们要怎么去定流程 对 因为其实那个线上的会议 其实非常容易消耗大家的精力 因为你要非常的专注 然后跟 跟很容易会有很多奇怪的事情 比如说我刚才说 例如有人没关麦克风 然后突然出现奇怪的杂音 就是这些事情 其实久了都会变成很扰人的因素 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是工作与生活界限划分 就是我们会建议说就是大家 就算在家里工作 你还是必须就是好好的分清楚 你在家里就是什么时候是工作 什么时候是生活 不然的话你很容易会 就是真的会 这个模糊掉界限 就是要嘛就是 要嘛就是 我觉得大部分就是会把生活牺牲掉 然后这个都是我们不乐见的 因为如果把生活牺牲掉的话 你就是你这个人就是 可能会开始变很奇怪之类的 对 所以我们就是会建议大家 就是要把这个记线分清楚 好然后我接下来会讲几个工具 但是我们我在讲工具之前 就是先讲一下我们就是挑选工具的原则 那因为GV社群是一个开源 就是讲求开源跟协助的社群 所以基本上我们使用的工具 就是希望尽可能的可以达到 就是开源安全和协助 这些方向 因为就是 其实现在 网路上的工具非常多 例如说可能视讯的 视讯的系统很多 然后文字讯息的沟通平台还很多 但是我们都会去检视说 这个平台是不是真正能够可以让 尽可能的可以让更多人家进来协助 而不是就是他可能 如果他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他就不利于就是我们去邀请更多人进来协助 例如说 例如说Facebook Messenger 他就 他就只有 他就一次只能开一个群组 那你如果要跟很多个工作团队沟通的话 你就可能要开非常多个群组 那但是我们如果选择Slack的话 或者是其他也有 例如说像Microsoft的Teams 就是也有就是可以同时开多频道 然后大家都可以同时加入多专案的频道的功能 就可以让就是 这整 让整个就是共同平台有就是协助的感觉 所以基于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开业安全协助 这些原则 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工作 就是基于 基于这些城市上面进行的 那工作系统基本上就是 我们就是使用Google 然后Google Drive 然后Google Document 跟Gmail 然后即时沟通的话 我们是用Slack 然后对外沟通的话 我们才会使用其他的 通讯软体例如说Teregram Line 或是Facebook Passenger 然后我们的专案进度管理是用Trello 然后我们文件管理是用Google Document 跟Hack&D 那刚才那个Jasmine有介绍的那个就是 最近就是很多GIN Research群参与者 就是一起共笔的 那个COVID-19野生 资讯平台 就是用Hack&D 一起共笔而成的 那它是一个就是 非常好用的 可以让非常非常多人 一起来协助的文件 那大家会再介绍 然后视频会议软体的话 我们就主要会选择 GISY跟Google Meet 然后再来我们也有 就是记录公众时数 我们是用那个Google Document里面的那个Google Spreadsheet 对这是基于上一些工具 给大家参考 然后 所以这里想要说 刚才说的就是 其实协作非常重要 所以其实想要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无论是使用哪一种工具 重点都是要拿来 促进公司或协助 对 因为就是你在线上的情境 其实大家应该会面临到一个 非常顾知所措的状态 就是说平常你就是每天会进办公司 看到同事的脸 然后你就是知道大家就是在那边 但是在线上 你可能会呈现一个茫然状态 就是觉得 现在到底A跟B有在位置前面吗 或者是C 他为什么没有回我信息 然后就会呈现这种 常常会呈现这种 就是不知所措的状态 所以你要怎么通过这些工具去 把大家就是抓起来 就是这个是就是还蛮不容易的事情 那我们平常就是会使用的 讯息文字共通工具是slack 然后就如刚才所说 就是你可以同时看到 就是非常多个就是频道 大家在那个左侧可以看到 有非常超多的频道 在那个GinB社群的slack里面 然后我如果 然后它基本上就是根据 每一个不同专案打开的 例如说现在画面上呈现的是那个 失联制这个专案的讨论 那它就有一个自己的频道 然后如果想要讨论 如果想要讨论COVID-19 那就有一个COVID-19的频道 然后或者是有 EDU就是我们有个专案 叫临时小学校的频道 就是我们会有不同专案都开 不同的频道 然后大家看到就是那个 频道的那个符号前面 有几字号或者是锁 就是锦制号是开放的频道 就是在这个GinB社群里面 所有人都看得到 然后锁 然后如果是锁头的话 它就是封闭的 也就是说只有 就是被邀请进这个频道的人 才看得到 这个频道里面讨论的内容 所以基本上就是 GinB社群的预设 就是它所有频道都是公开的 所以你就是 它就很像是 一个一道一道门 然后你就是可以晃过去 看大家现在在讲什么事情 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就是 你要怎么掌握 就是大家现在 同时正在进行做什么事情 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SAC就还有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可以促进写作 对 然后再来是 专案管理工具 TRAIL 我这上面有附一个网址 就是 GinB社群的TRAIL 就是我们的TRAIL 是公开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是可以点进去看 然后 基本上就是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工作的 管理的这个TRAIL公开呢 是因为我们其实 就是除了就是 就是除了自己本身的成员之外 我们大部分时间 都是跟GinB社群一起工作的 所以我们觉得 就是开放很重要 所以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东西 可以开放 让社群的人可以进来看 所以TRAIL刚好符合了 我们希望把工作进度开放的这个需求 所以我们就是使用TRAIL这样子 那 TRAIL的话它就是有一列一列的 大家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排列 然后它基本上就很像是 你可以跟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做排列 例如说 我们 我们的排列方式是用名字 就是每个人 他的那一串都会挂自己 接下来必须要做的事情 然后 再来另外一种排法就是 开会讨论使用的 例如说我们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 就是有一串是 Jo song 就是JOT 那边 那这个的话就是 开会的时候 我们会使用这一串 就是 大家如果有要在开会讨论的事情 那我们就事先把 我们想要讨论的事情的那张卡 移到这一串上面 那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就是 只要就是依照顺序 一起看 就是这一串上面的卡 然后 它等于就是 就是一种 代办事项的感觉 就是 大家可以有 有条理的就是知道 就是现在开会要 要讨论什么事情 然后有任何进度 都可以在卡上面更新 然后这个是卡的 内容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例如说我们 要讨论的七月的活动 那我们就会把我们所有 跟七月活动有关的东西 都放在这张卡上 然后它可以设定 到期日 就是 它在到期日前 就是会提醒你说 是不是要再看一张 是不是有事情要做 或者是 或者是 就是有 或者是有事情要确认 然后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 就是我们会放一些连接 例如说刚才说的 我们会有 Google document 我们会用 大空门来做文件 我们也会用 黑感 所以我们把文件做好之后 我们就会把连接贴上来 所以我们就是所有的文件 都是电子化的 所以其实就是 基本上就是 很多很多我们的东西 都是有连接的 然后这个 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在 就是协助的时候 会非常的快速 因为就是 所有东西都是在网路上 对 所以它才会有连接 这是 这是这样的意义 然后卡上的话 你也可以设定 就是代版思想 所以下面看 下面大家可以看 我们有列入说 例如说我们7月13号 要做 做完哪些事情 我们就列在下面 然后我们开会的时候 就可以一点一点的 这样确认 这样子 对 然后有什么更新 也够可以写在下面 然后它也可以搜寻 就是搜寻卡 好 然后再来是 再来是Hack&D 这Hack&D就是 我们就是最近使用 就是使用非常凶的 一个东西 那它就是可以支援 就是超多人现场写作 比如说就是 刚才有提到的 那个COVID-19的 这个资讯整个平台 我们上礼拜查了一下 那个就是 最多人点阅的那个 就是1922 简讯时间制这一页 就是上礼拜 已经就是 三十几万人点阅了 然后总共有四十几个人 曾经编写过这个文件 那对 所以它就是一个可以开放 让非常多人在这上面 协助的一个 共笔的工具 那它除了就是有 就是像这个是单页的模式之外 它也可以像就是 COVID-19Info这样子 就是变成一个 就是左边有浏览列 然后右边是真正的内容 就是你可以点左边的连接 它的内容就会出现在右边 就是也有这种模式 它是书本模式 就是它可以用来就是整合 就是非常多的资讯 然后它的用法我觉得已经算是就是 它就是比大概就是只比Google document稍微不直觉一点 因为它是两个画面 就是怎么说 左边它是编辑的画面 然后右边是呈现的画面 它这个是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就是 左边正在打字 而且是不止一个人在打字 然后它的打字就会呈现在右边 这个是那个 上礼拜那个1922的记者会的主制稿 在打字的过程 就是大家可以发现就是 如果你如果你想要打就是及时逐字稿 然后你一个人手不够用的时候 你就可以邀请大家一起来帮你打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两个人或三个人一起在打这份文件 所以这个就是黑盖你好用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让同时多人在同一份文件上捏写作 那你就可以节省超多效力 然后刚才说的就是左边是编辑画面 右边是呈现的画面 然后它除了就是纯文字的这个模式之外 也可以变得像这样 就是它就是是一个网页的形式 那它非常方便的地方就是 因为它也是 它其实基本上也就是网页 所以其实它编辑好的内容 基本上也都可以用超连结分享出去 然后最后就是Google系列工具 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 所以我就是 这个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再问我们 但我们基本上是 我们的代言则是 我们比较如果比较偏向内部工作的文件 都会放在Google上面 然后可是如果是跟社群一起工作的文件 我们就会比较是放在黑暗地上面 这样子 然后这是公时管理 就是我们基本上还是会 就是有一个上下班时间 然后就是Google行事里等等的 那好 所以就是以上就是五大上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工具 然后接下来就是相信杰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办活动的一些know how 好谢谢 好谢谢贝斯前面介绍那些工具 那我们接下来会讲是线上活动是怎么办的 就是究竟到底是怎么办线上活动 然后其实就是融合了刚刚贝斯前面讲的那些工具来做操作 然后比如说从这页上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列了一些等一下会跟大家一一提到的东西 然后我们也会以上个礼拜六我们办的基础建设中工作坊作为例子来告诉大家一个活动到底有哪些要素 那麻烦贝斯下一页 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先想我们预期的活动互动方式是什么 再来决定我们的线上活动要怎么办 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这种工作坊可能会有提问或者是彼此讨论的这种过程 那我们就会是比较双项或多项的视讯会议室 然后如果是单项比较像是讲座啊或者是心得分享 这种就是不太需要跟人家互动的我们就会用直播的方式 因为就是大家如果最近有常开线上会议也知道 常常会因为每个人的网络状况或设备状况导致参加的过程 会有觉得好像不是很顺畅或看不清楚的状况 所以我们就会依照人数的多寡以及我们期望的互动方式先来决定我们要怎么做 那在纠送团来说除了我们双项会议室之外 我们其实常常两个会同时 因为两个同时的话我们就可以服务到所有想要参加的人 那如果是单项活动我们会建议不要超过两个小时 因为就是在线上刚刚Base有讲到是很好经历的事情 所以如果超过两个小时大家通常就会很累 然后听不下去可是你又不能离开会议室 所以我们觉得那样的效果真的会比较差 在这个部分就是要注意这件事 下一页 那现在我先从单项活动开始 就是刚刚讲的 比如说演讲啊分享会podcast等等的活动 下一页 我们会用一个叫做OBS的直播软体 这个如果因为它比较专业 然后画面看起来比较难 但其实它操作起来 现在网络上有很多教学可以去使用 然后你只要用这个 它除了直播之外它也可以录影 像我今天会把我们的课程录下来 我就是用OBS直接录制 然后在直播的部分 就会用这个去串流到 比如说Facebook的平台 或者是YouTube 让观众可以透过这些平台 来看到我们的直播 下一页 那刚刚讲到因为是单项活动 所以在活动结束之后会有提问的环节 QA环节 所以在问答工具的话 我们通常会使用叫做Slido 就是画面上左边这个蓝蓝的画面 然后或Mentimeter以及直播聊天室 那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是在我们前几天 有一个直播活动 然后可以看到左边就是OBS投射排版之后 然后串流出去的画面 然后这个画面 因为这个导播他比较有经验 所以他有做了一些排版 可以看到画面的右下角有两个人像 这个就是这次活动的主持人跟受访者 然后后面Slido就是提问的过程 那提问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他其实是匿名的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 是不是我问的问题会显示我的名字 但你可以选择你要显示或不显示 然后在题目的右边都会有一个按赞的符号 代表说假设我今天要提问 诶我看到这个人这个问题已经被提过了 那我就直接帮他按赞 赞数越多 他的题目就会浮到越上面 那主持人在挑选问题的时候 就比较好去选择说 我要用哪一个题目来对讲这个提问 因为像刚刚早上 诶刚刚Jessepe有讲 就是我们时间有限 所以不是每个问题都能问到的话 我们用这个工具就可以比较好的挑选题目 那但是slido有一个小缺点是他可能比较适合手机使用者 就是我手机一个分页看直播另外一个分页我可以提问 但如果我今天是用手机在看直播的时候 我很难去切换说我要过去提问 所以我们会用同时并用这个直播聊天室 也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会议室聊天室也是一样的功能 就是我可以在这边提问 然后我们可能就需要有一个场空人员把问题记下来 然后待会等可能slido的问题问完之后 我们再回头来检视有没有漏掉的问题 下一页 好那再来就会讲到双向的会议活动 比如说今天的工作坊 或者是线上会议以及一些论坛 双向活动的时候呢 我们刚刚除了讲到Google Meet GZ以后 还有Galertown 这是我们最近新的选择 那这些选择会依照我们的需求来做决定 比如说我们有多少人 我们有多少预算 那需要的稳定度是怎么样 以及趣味性还有便利性 然后像左边这两个 它就是很截然不同的会议室 左边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般的会议室 Google Meet或GZ的画面 它就是所有人一起上线 然后直接聊天 那它可能有一些荧幕分享或YouTube Share的功能 但是它的限制就是没有这么有趣 但它可能就像今天我们现在有39个人上线 它其实是稳定的 然后可以容纳多人的 然后也是免费的 这可能是考量一个点 那右边的话是我们最近用的Galertown 它是比较有趣 有点像是以前我们玩神奇宝贝的地图 就是你用方向的电脑的上下左右键 可以去操控你的虚拟角色 然后你跟人物越靠近的时候 你们讲话声音会是大的 然后远离的时候声音就会变小 那现在这个图片是在一个private space 就是它的地图里面可以建造一个房间 那在这个房间里面的人就不会受到距离的限制 然后影响声音的大小 所以这个是比较趣味性 然后也是去年一个新创团队 美国新创团队新出的地图 那这个就也会考虑到预算啊 以及便利性 然后我们通常的会议是 都是像刚才前面讲到的 都是一个网址 然后我们点了就可以直接点线 就是不要再安装太多东西 会对于使用者来说比较好操作 不过像是Galertown 它目前就是只有提供给电脑的使用者 就是电脑或者是笔电 如果你是平板或手机 因为它还在开发中 然后需求就是它的CPU 也需要耗费比较多的空间 所以目前手机的使用者 就可能没有办法进入这个会议室 好下一页 所以这个就是Galertown它放大的图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 现在这个房间里面 当时是有24个人在 然后每个人也都有像 我们的视讯镜头一样 然后可以讲话 然后会有站的远近的距离 然后也可以分享一幕 那现在看到那个黄色发亮的东西 它就是可以触发的东西 我可以点了之后 它就可以镶嵌入一个 可能这次活动的主要页面 或者是网站 然后让在与会的人 都可以同时看同一份文件 或者是网站 然后进行讨论 好下一页 接下来呢 就是在讲到不管是单项 或者是多项的活动 我们其实都有一些注意事项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事前准备的测试超级重要 因为线上活动跟实体活动不太一样 它需要的彩排是比实体活动更多的 像今天的工作坊 Jasmine他们就事前建了一个LINE的群组 然后我们有先事先确认说 OK我们可以测试的时间 然后要注意的事项以及活动流程 然后在今天两点之前 1.20我们就有先上线 确认彼此的麦克风啊 网路都没有问题 就是这个线上测试是很重要的 然后就是我们通常是会跟他约时间 可能不是当天 而是前一个礼拜 我们就要先做这件事 因为有些事情是当天没办法解决 比如说他的麦克风不好 真的听不到 那如果又是一个很重要 比如说跨国的会议的时候 我可能必须要请他先去 确认他是不是可以拿到新的麦克风 或者是解决他的网路问题 那当天我一定会在事前再测试一次 然后不管多重要 我都会先约好 那就算今天是一个超级VIP 我也会跟他的助理约好时间 说不好意思 我想要跟你确认当天 就是你的长官的设备是不是OK 然后以防当天出什么问题这样 然后确认大家都会操作之后 我们才能够确保活动的顺利 下一张 那除了搭配事前测试之外 还有需要很清楚的步骤教学 因为我们很常参与者 他可能是对于3C 或者是说资讯操作 没有这么熟悉的人 所以我们会做非常详细的步骤解说 比如说视讯环境啊 你需要的状态 或者是品质是什么 是不是要说 我可以看多少画质的影片 然后我的视讯镜头 麦克风 欧波OK 然后背景是不是安静 然后会做得超级详细 让大家都可以在 就算不是面对面讲解状况下 也可以看着文件去操作 然后减少说因为操作 而没有办法进入活动的一个门槛 跟障碍 那这是我们前阵子很常用的GZ的线上会议室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份这个线上会议室的教学 让大家参考 下一页 然后再来是事前向会与会者收集影片或者是预录投影片 额投影片或者是预录影片 那这个可能是比较适合像是那种双年会或者是更大的会议 这个这个表格是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在台南的南美馆做的G0V的双年会 然后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是因为发表者他的网路可能会不稳定 像今天是贝斯在分享萤幕 可是如果贝斯突然间网路不顺断掉了 那我需要有个贝源的投影片 可能就是在Jasmine这边 他就可以立刻鼓上来帮我做萤幕分享 然后不会让所有的参与者说 我突然就看不到投影片的状况 第二个是 在G0V的活动很常会有外国人参加 所以我们会设就是会请口译人员或者是笔译人员预先准备 那有这些投影片 口译人员跟笔译人员他们都可以事先先去看这些影片或者是内容 然后去对专业名词专有名词先去做查询 这样子在翻译的时候就不会当场很增加负担 他们可以事先先做一些预讯 然后所以从这个表的话你可以看到 我们就把每一个时段的议程是什么 然后讲者是谁 那他的议程的投影片我就会镶嵌已经是超连结在上面 然后如果有影片我就会附影片 没有影片可能就会空白 然后再来就是会翻译的话 中翻译还是音翻中就会写在上面 然后分配给这些讲者 那这个表格我们就是用Google的试算表 spreadship 有点像是Excel的那个工具 然后他就是一样给一个网址 然后给这些翻译的人员 刚才说那你看一下你是翻哪边 然后有问题再告诉我们 我们就可以立刻做协调 或者是他们可以直接在文件上面夹注 就是夹说这个好像时间太近了 我会来不及翻译等等的 我们就可以立刻去做协调 减少沟通的时间 下一页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经验的主持人 这个是我们在办了两三次活动之后觉得 我们可能当时没注意 但是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实体活动跟线上活动会有一些差异 比如说线上活动的时候 突然有人的麦克风断掉了 有人的讯号断掉了 然后有人他可能以为自己有开麦 但是其实他没开麦 这些状况都会发生 所以如果你是实体活动主持人 可能一开始也是没有这样的经验 那我们就会需要一个比较有线上活动主持经验的主持人 来处理这些临场发生的事情 那如果他我们真的活动是一个没有经验主持人怎么办 那就是需要彩排 就是事前一定要邀请他 然后告诉他可能会有这些状况 我们会预设一些突发状况 然后让他试试看说 如果我当主持人的时候遇到这些状况 我能不能处理 然后比如说像去年我们有办一个线上的跨国工作坊 然后那时候就有邀请一些也是VIP来协助我们做主持 那他们很忙碌 我也是一定就是要跟他说 对不起我们真的很需要彩排 所以可不可以给我们15分钟或10分钟 我们就是连线然后确认 我们彼此都知道说可能遇到什么状况要怎么处理 然后才能够确保活动的进行 那在这边的第5点跟第6点就是比较特别 是第5点QA的时候 如果有些人问问题 他可能不会特别指定说 我要问Base或我要问乙杰 他可能就是问说 我想问什么什么什么 那主持人就需要视情况来指定说 那不然请Base帮我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线上就是会有一些时间差 所以主持人必须要主动一点去分配问题 这样子才不会有一直大家都安静 然后干等说 我现在要讲话吗 会不会强化的这种情境 然后第6点的话就是尽可能的跟留言者互动 这有点像是直播主 就是为了要让参与者在活动中的黏着度更高 就是不会觉得看看就睡着或看看就离开 所以如果有人在留言区回复的话呢 就是主持人可能也要注意一下 然后可能适时的跟文字参与者的 与会者来做讨论 让他们觉得我有被注意到 我有参与在这个活动中 所以主持人真的是 整个活动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成败的关键 下一页 再来就是控场人员 今天是听哪还是听哪 我不太确定 就是有一位也是我们今天的控场人员 就是会帮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有人断线 有没有人连不进来 然后比如说我们活动可能每个人发表5分钟 那他就会要协助计时 可能剩一分钟的时候就开麦克风说 诶剩一分钟 让那个发表人知道说 OK我时间快到了 我可能要赶快讲 因为线上活动就是更怕超时的状况 比如说我们的空间是有付费的 我可能就买8小时 那超时了怎么办 我后面的活动没办法进行啊 所以一定要注意时间的掌控 这时候就会请控场人员来协助 然后再来也是就是他会协助活动当天 刚刚讲的提前上线跟与会者测试 跟连线的部分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角色 因为如果有时候真的临时网路上断线了 可能就需要有主持人以外的人去传讯息 然后去联系呃 讲者或者是与会者 因为主持人刚刚已经叠了可能6点很重要的事情 他可能没有时间再去处理这些其他场外的事情 所以就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活动的议程要写得很清楚 不管是在你的网页或者是你的脸书啊 社交媒体还是我们的共笔上面 我们都会有一个页面是写今天的run down 跟活动流程 因为线上会议大家一进来的时候 就像是进到一个宇宙一样 然后你不知道现在进行到哪里 然后你也不知道我现在是可以发言 还是要讨论还是要听人讲话 所以在议程表上 呃写好议程是很重要的 就是让我知道假设我今天呃三点进来 OK我现在就是正在分享时段 或者是说哦现在刚好休息时间 那我可以可能问一些问题等等的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现在在做什么 然后现在我们进度到哪里 我可以做什么 就这部分是我们觉得议程要写很清楚的地方 下一页 然后这是就松转自己内部工作的时候 很常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活动细流 然后这个也是用Google的试算表做出来的细流 因为在呃实体活动我们可能可以有一些讨论 然后可以立刻补位说 哎他不在了我赶快去帮他补他的工作 但在线上的时候因为沟通会受到网路啊 或者是文字一些时间差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会把所有要做的事情 所有流程 每一个人要做的事情都写出来 然后我刚刚有看到有一位说坑主 对因为在居林里我们有一个用词 就是所有的专案 每个专案都是一个坑 坑主就是挖了这个坑洞的人 然后等着其他人一起跳下去 把坑填满 这样路就会是平的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 呃这个名词来称呼每个专案的提案人 那在这个表单就可以看到 揪松团有要做的事情 坑主有要做的事情 主持人也有要做的事情 然后直播主要做什么事情 以及我们要带什么物品 那我们这整个表做完之后 我们可以所有人一起从上到下 就是从时间前面到最后 我们来检视 有没有漏掉哪些事还没准备 有没有工具没有带到 然后有没有什么四卡没有设计 都可以从这个表单来看到 然后另外是因为我们工作分得很细 所以今天比如说当贝史要负责开场 结果他突然断线的时候 那我就知道哦他断掉了 我立刻要补上去 帮他把这个时间填满 然后等他连线回来 我们就可以做到立刻补位的动作 不会说我还要等 然后还要协调 然后让现场可能100个人 在等你准备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次活动 都会写的细流 当然它也可以简单一点 然后就是试活动的大小来做这个分配 我刚刚看到有个人买乖乖 对就是我们很常 线上活动一定会买乖乖 因为很常要放在机器前面 以防它断掉 真的就真的是很邪门的一件事情 反正我们试都会买 好下一页 所以就是综合刚刚上面说的 就是有这几点活动要点整理 然后下面有两点颜色比较不一样的 这个是刚刚前面没有讲到 第一个就是紧急联系的群组 因为有时候文字讯息 一定还是会比视讯讯息更及时 所以我们就会透过这些LINE 或者是Facebook讯息或SLEC 我们一定事前就会建立好群组 然后确保所有要发表的人都在群组里面 然后大家都有测试过 然后当天如果他睡过头 我可以知道我打电话可以叫得到他 或者是说他断线了 我可以赶快电话连线跟他确认说 怎么样可以再连回来 然后第二个是避免Live Demo 影片分享 因为刚刚如果一开始有放音乐的话 就会知道 其实线上40个人要一起看 影片或者是声音 其实都很容易断序 跟画质会很低 所以这些东西会尽量希望是用头影片 或是截图的方式来呈现 这样子比较不会影响到参与活动的体验 像刚刚Base有分享一个我们在打字的那个过程 那个其实他认本是影片 但是我有去把它转成GIF档 所以就算他调整理也没关系 因为他速度比较慢 然后大家还是可以看到效果 然后知道我们想要说的重点是什么 所以目前这几个就是现场活动的要点整理 好 所以就是欢迎大家可以来GIF社群 然后学习更多协作专案的方法 那这边是一些旧松团的资料 呃的一些SNS平台可以追踪 然后今天的投影片 我们也是用Google的投影片来制作 所以这个网址也都可以分享给大家 然后是授权是CC白4.0 就是你使用的时候 请记得说是GIF就松团的Base跟尹杰做的 然后你就可以分享给其他人 或者是你们自己再去改作使用都没有问题 然后就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 谢谢Base跟尹杰 感谢你们的分享 对就是从前面的工具的分享 然后还有怎么样可以在 就是个人还有团队之间 去做一些写作的方式 透过这些工具 然后后面已经跟大家介绍了 就是怎么样 透过前面的这些工具 去办理一场线上的工作坊 那我们就是等一下就会进入我们的QA时间 对那如果大家有就是提问的话 或是有想要分享的 就是可以欢迎在那个留言区随时可以提供 对好 那如果等一下在就是他们回答过程中 如果大家有想要补充的话 也可以举手对或者是直接在上面留言 那我们有看到的话我们就是可以 大家可以一起互相的讨论跟交流 好 那我就 举手功能大家会吗 举手的功能 举手的功能 就是 大家的那个电脑下面会有一排功能 会有一个raise hand的举手 然后我们这边就会看到你们的就是图示 上面就会有一个举手 对然后我们就会cue你说 哎换你说就像Viva现在这个样子 就上面会有一个举手的图示 对然后大家可以就是用这个功能 然后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自己的 就是可能线上线上工作或会议的一些经验 对可以分享给大家 好 那我们现在就第一个问题 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那我们现在就想先问一下BASE这边 就是刚才有分享了这么多的就是工作的工具 然后想问如何做就是个人的工作流程的管理 还有跟团队的工作管理 就是在这两个人跟团队之间怎么样可以透过这些工具 就是做一些区分跟就是可能可以加速大家在线上 去对一些资讯的一些就是过程 对好的 嗯其实个人的工作管理跟团队的 我基本上都是用那个TRAILO 然后我可以再分享一次我的 然后更说明清楚一点就是我怎么去区分 好的 这个是TRAILO 然后 因为基本上刚才我有说就是我们的工作流程 或是进度其实都蛮公开的 然后为什么要这么公开 其实我觉得公开可以 可以省去一些麻烦 然后最重要的麻烦是就是你不需要一直跟别人解释说 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所以我其实基本上我的个人工作就是我也都是用 所以我带管理 诶他不能卡住了等一下 诶 哦好 那例如说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在TRAILO上面都有自己的 就是一条 然后这每一条就是会放说 我们现在每个人的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 所以例如说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些提醒我就会放在这边 例如说可能要做什么事情我就是会写一个 然后例如说我可能临时想到什么事情 然后例如说 等一下等一下要打电话给给 然后我就会直接就放在这边 就是我个人的我就是会倾向就是直接开在这边 然后这样其他人也可以看到说 哦就是哦我我现在或是等一下有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 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就是呃我觉得在线上就蛮重要就是就是你时间点要就是让大家知道 嗯 我先我再回来说一个然后我们团队的话其实刚才说就是呃 基本上是我们都是用就是也是用TRAILO就是我们都会把我们 我们都是用专案来分每一串的工作 所以其实就是每一串下面其实各自又会有各自每个专案要做的事情 所以其实他呃可以说就是算是很交叉就是每个人的话可能是可能是垂直的 然后专案之间又是很像的 所以其实我们的TRAILO其实用来管理非常多就是专案的面向这样子 然后刚刚说的时间点就是我们就是也还蛮善用就是Google client的的 例如说就是当一件事情就是会很重要然后会占用一些时间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呃这件事情放到Google client的上面 例如说呃每月对账时间或者是会议时间 然后我们固定都会放上去这样子 确保就是所有的呃重要的一些工作的平台都是呃同步的 这样子就是呃才不容易漏掉事情这样子 嗯大致上是这样的 好的那大家这边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 安妮姐提问 安妮姐安妮姐请说可以先开自己的麦克风 谢谢 我刚刚在留言的地方先提了一个笨问题哦 就是说所有参与会议的人是不是通过要使用同样的那个会议工具 比方说像现在大家都用的是Google meet 对不对 那所以大家都要用这个 那比方说另外有个会议是用那个微软的那个team 那所有语会的人通通要用同样的 这个概念是不是就像每一个人都要进到同一个会议室的概念是一样的 对哦 对 那我接下去就问一个比较没那么笨的问题哦 进到这个Google meet之后 我感觉里面所搭配用的工具都跟Google是一家人 嗯 像你刚刚介绍很多东西 我觉得都是跟随着Google而来的 有没有 trailer啦 或者是blablabla 刚刚那些还有你提的那些协作 都是跟着Google来的 那这样子对于一个user来讲 如果我不小心进到一个用微软的会议室 就是微软的team的 那我就得把微软那一套东西也都学了 对不对 也就是微软那套东西大概都是跟着他的office来的 那Google meet的这个会议室 所有里头使用的东西好像都是跟Google的那个family有关的 那哎呀我就觉得这个 我就觉得这对user来讲实在蛮痛苦的哦 那个我们都还稍微有念一点书的人哦 那是不念书的人就不用开会是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对user来讲 因为坊间的这种工具多样性 那我们我们我们其实蛮我们其实蛮蛮蛮蛮被折磨的哦 那呃我们晓得这个G0V好像一直长期是跟Google 使用Google相关的工具比较多是不是 嗯 基本上这个原因其实应该说 嗯我们有分两块啦 一块是我们我们刚才我刚才其实有提到就是我们 9中团内部我们的确会使用就是以Google Google的系统为主的一些协作工具 但是我们如果要跟G0V社群或是其他人合作的话 我们也会选择就是其他的协作工具 当然避免就是的确现在就是线上工具超多 然后对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是会遇到很多纸爱 然后我们好像目前就是也没有就是 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线上工具其实也有做到说 其实基本上大部分的功能都很像 譬如说其实嗯Googleme它现在就是像大家看到的就是我家那个背景 这个背景的功能其实它是学Zoom的就是一开始Googleme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对所以其实大家各方软体各方平台大家都会学来学去 好用的功能大家都会互相吵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尽量使用 然后就是多用就是自己上手的我觉得就可以的 就是如果真的真的不熟的 然后就是刚才一节就是建议大家就是真的要做练习做排练这样子 对我补充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比较常用Google的系统 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所有东西都放在线上 那线上整合的比较好的Google是真的做的蛮好的 因为就不会比如说一个word的档案散落在我家散落在被电脑 然后我们两个版本不一样一上传之后我盖掉它它盖掉我 所以在线上的同时协作的时候Google的这些 写作文件就可以取代这件事避免这件事发生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一个连结就可以进去 我们不用再安装任何东西就可以去操作 那当然这是一定先是以电脑使用者做处罚 但是现在这些工具也都有做Mobile Friendly 就是行动装置友善 所以你在手机也是可以打开然后也可以共同编辑 但是我觉得我们会选择的方式就像刚刚被一直讲 都是为了要让协作更方便 所以就是先以安装任何东西为主 那当然到别的比如说Microsoft 它可能一定有自己的系统 那就真的得适应一下这样子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Google比较便宜 对就这样 不过因为我比较关心碎落差的问题 所以在这一波的这种全面性的视讯会议的展开的时候 其实我有另一层的焦虑 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这个inclusive的社会 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在做很多东西 其实一直在把一些人这个排除掉 像我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来上这个课 其实我过去一年就是用视讯会议的方式开过不少会了 但我还是想来上你们的课 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很焦虑 我很怕Google这一套 因为我比较多用 我应该这样讲 我做正经式的时候 我都用office 我都用微软那一套 做不正经 哎呀糟糕我说不正经 我的意思就是说 比较不是很公式的时候 我就会比较用Google 也用Apple的这个器材 我有这样子的一个个人的习惯 所以我会焦虑 比方说通常视讯会议是比较正经的东西 可是今天你们在上课的内容 比较多是Google的东西 所以我不晓得我的这个意思你们懂不懂 就是我有焦虑 那个焦虑就是说 我自己可能在不小心的时候就被排除掉 所以就变成什么东西都要赶快去学 什么东西都要赶快去试做 那就是对我来讲 当然还抵抗得起这种时间跟精力 那抵抗得不起的人 哎呀怎么办呢 这个社会 这如果所有的这个发展的 就是未来的发展 这个视讯也就是这种通讯的 要无眼佛界的话 其实这个统一性 说不定会对用户是 才是比较有帮助的 而不是就是任由这个大家都说 反正最后会都差不多一样 哎呀我想多了啦 不过总而言之就是 我觉得对我来讲 有这个焦虑性啦 那我不晓得我们聚落 或者是我们这个群组里头 大家是不是也都还蛮习惯这些 这些也许你们年轻啦 你们年轻对对对 我应该要了解到 其实我们有世代的这个差异 你们都是数位原生代 对你们来讲在学什么都很快的 那对我们来讲就是什么东西 我们都都都都都都都 那我很怕被 我是很怕被排除掉 被社会排除掉的人 所以对这种东西我就会觉得 当然我也会想到跟我同样年龄的人啦 那这个不要因为科技结果是 是把社会divided的 是是比较 那你姐讲到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题目就是偏向问题 然后交通团这边在做工具的部分 我们会尽量用就是 比如我们用Google 那我们尽可能都用类似的 然后我们今天是因为没时间 没办法手把手教大家 然后现在其实网路上有很多 教学可以去参考 就是比较 其实因为我觉得像 虽然现在工具很多 但教学也很多 真的有非常多的YouTube影片 或者是步骤可以让大家去参考 那偏向的部分的话就是 这真的是另外一个大问题 这真的是另外一个大问题 然后就当然也有 跟去年也因为临时小学校的专案 有跟很多偏向的基金会合作 背景有需要 刚刚有想要补充什么吗 我刚刚说 我们刚刚有介绍一套软体 叫GZ 它其实就是开源的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 它的所有程式原始码 就是它的原理是什么 它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公开的 所以然后它也就是 是独立的一套程式 所以就是我们之所以 就是GV社群 就是很多人都推崇开源的原因 也就是安妮姐刚刚讲的 就是这一套 对于就是商业软体的焦虑 就是如果被 被某一套商业软体垄断 那其他人是不是就是 会比较辛苦 但是我们也是有 就是会尽可能寻找 就是开源跟开放的方案 像那个GZ 其实如果就是 如果有有有新一点的人的话 人的话就就可以就是去 去把那个GZ的程式码 复制下来 然后自己开发一套 可能例如说就是有利于 就是不同族群的人使用的 线上视讯软体 那我们去年其实就有做 这样的尝试 然后只不过因为就是开发 就是视讯软体这件事情 真的需要很多资源跟时间 所以我们今年就先没有做这件事情了 但是我们去年是有尝试的这样子 然后像那个2D地图 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讲的那个GZ之外 我们去年其实也开发了就是 类似长得很像的那个2D地图功能 然后去年那个是去年吗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 亚太 亚太那个 亚太高峰会 就有就是借进了我们 就是用了那个2D地图的概念 所以其实那个我们一直以来 其实除了就是使用商业软体之外 都还是会就是自己尝试自己的版本 所以就是也是我们就是一直在尝试的部分这样 嗯 然后偏乡的话 嗯 偏乡的话我觉得目前的重点可能会是 网路然后跟就是内容的互相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要讨论下去可能就很大了 所以就是不知道 嗯 对我先讲到这边 我觉得偏乡来说可能网路的问题 我们目前看起来是问题较大的 这样子 嗯 嗯 偏乡啦 世代啦 这个其实在这个数位的发展过程里头 都是 都是 世代因为我嘛 是 因为 因为我们 我们 我们这种 这种 就是 这个 偏乡 好 没有啦 这个一个大灾问 从一个很笨的问题 这个 这个 这个到一个 一个大灾问 不过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年纪的人 确实会有一些焦虑啦 不过你们也许觉得就说 那你们就不要开会就好了嘛 你们就 负责在家吃喝玩乐就好了 不会呀 你姐 其实 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其实我昨天 我们在就是昨天 这个礼拜我们开始在 就是确定要办这个工作坊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尝试 就是 包含就是他们刚才提到 可能线上的议程 就是 西楼真的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比如说我们录影要用什么方式 然后谁要负责什么 其实也是 就是 就是 来来回回 然后就是有讨论了一阵子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就是也刚刚好就是 Julie me 其实在这儿 然后也是一个很大的社群 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问 我们也很愿意就是可能 先做一些尝试 然后 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跟就是提供这样 经验的提供这样子 对 所以大家也可以 就是反正我们有这么多人吗 大家就是 多一点人士的 总会有答案的 对 就是也可以不用就是害怕说去 去有很多的工具 然后就是不熟悉什么的 对啊 好 不好意思喔 都是我的问题喔 我还想再请问一个问题 刚刚有一个上下班的那个 上下班的那个工具喔 那如果 比方说像 像我 我院本来就有一个 类 上下班的这种 公时记录的系统 那这个东西是另外的吗 也就是说 刚刚有看到一个 上下班打卡 那个Google 对 我们有一个表单 对 那个是 那个是要另外的 还是他可以把 你既有的系统把它 汇入 或者是 有没有一个 因为我现在院里头 也有 大概一半的同仁 没有到一半的奥迪 总而言之 有有有有有 我们让他们在家工作 那 在这个打卡的这个 这个上面 我就发现到 每一锁 有不一样的方式喔 有的锁呢 就用line 然后就跟他的 就在line里头 然后就 就说喔 我我我我 就是上班喔 这样那那个 其实没有什么 太大的 意义喔 那另外也有一些 因为我们本来就有一些 公时的这个 内部的这个 这个intra的系统 在在做这个人乐的这个 那我我我刚刚因为看到你这个 上下班打卡这个功能 看起来我觉得还不错喔 那个最后的这个 但我不晓得他在这个技术上是怎么样 他的技术上其实很简单 他就是一个 一个记录的表单 然后每个月会统计就是 你的公司 然后他没有人 他没有就是 很深刻的技术性内容 他就是一个统计表 他其实是一个excel表 就是如果用excel也可以做 只是我们把它放在线上 那google服务叫做 spreadsheet 就是试算表 然后他其实就是一个表头 就是今天是几号 然后他有一些公式 就是你可以自动代入 就比如说我今天写 5月3号 他就告诉我 哦是礼拜 下一格他就会跳礼拜二 然后我就会写 我几点上班 几点下班 他可能就扣掉一个小时 我休时间 OK我今天工作8小时 然后总共另外第二张表 就是枢纽表 他就是会统计 你总共工作多久 那因为我们只有我跟base 两个人 所以我们用那个管理 就是比较简单 然后我觉得他可能比较适合 小人数来做控管 然后我们会在后面备注写 我们今天的工作内容 就比如说我今天做的是 A专案B专案 那一方面也是方便我的上司 帮我看说 我有没有就是做到这些事情 然后另外是我们也可以统计 我们在哪一个专案 花的时间比较多 那是不是这个专案以后 需要多一点人力 等等的评估分析 他其实就不是很困难的一个系统 他就是一个excel表 OK 所以他跟这个work from home 其实没有多大的差异 对不对 像我们 我们现在本来内部就有一个这种 你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应该算是内部的 这个人员的控管 所以跟你在哪里上班时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OK 对 我们本来就是用这个 就是完全没有差别的一个 时数表 OK 所以你在家里你还是做这个登记 你到办公地点还是做一样的这个登录 并不是因为 因为你work from home 而产生的一个 一个特别的什么 什么 很特殊的一个 很fancy的一种 一种一种打 上下班打卡的方式 就是 好 了解 对 好 谢谢贝斯跟乙杰 因为刚才也有人在那个留言处有提问 就是他们有没有可能可以 就是可不可以请你们分享一下 刚才那个打卡的表格 就是因为可能大家原本都是在公 办公室里面做打卡 然后现在变成他们也想要 可能也想要尝试一下这样线上的方式 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表格可能要怎么 怎么做使用 可以稍微的跟他们就是可以简单的说明一下 方便分享吗 分享可以分享画面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 好 走一下 那等贝斯开的过程中 要不要Jasmine先问一下其他问题 我可以再 我来问一下 尹杰这边另外一个问题好了 就是 刚才有人问到说 就是因为刚才有讲到那个 录影的那个OBS的那个 想问一下就是它是怎么如何操作 因为刚才有人好像问到说 会不会容易断线 还是说它其实是下载下来做使用 对它是一个软体 就是电脑的一个程式软体 所以它是一个EXD档 就是执行档 所以它没有需要连线的功能 然后所以它不太会断掉或crash 除非你的电脑真的CPU比较老 或者是功能比较没有这么好 不然像OBS我们用到目前 它都没有断线过 基本上是ok的 然后它也是开源的软体 所以它就可以做很多运用 那像很多像Twitch直播 或YouTube直播游戏的 它们都是用OBS在做直播 然后OBS上就可以做一些 简单的每边排版 比如说我希望主持人在左边 然后谁在右边 什么这些排版就可以去做尝试 那九层团记 这边也有做一个小帮手 叫做九几家 我等一下可以分享给大家 它就是建在GZ的聊天室上 然后可以去做后台排版的功能 让我们比较好操控 我想要主持人大一点 我想要主持人小一点 这样的功能 它就比较进阶的一个功能 好的了解 谢谢乙杰 那Face这边的档案有还OK吗 还是我可以 我再来问下一个问题 好那我先问一下 诶有吗 有好那我们就先Face这边 先分享一下刚刚说的那个打卡的 云端的就是试算表 就是我们的试算表 其实就是一个统计的表格 所以上面就是会签一些转词 例如说 呃 新起我们就是很懒 它会让我们套转词 就是它会 它会根据就是 你是填几月几号 然后就是套 就是2021年的转词 的转词 然后跟走词 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是 我们平常就是填这个日期 然后跟开始跟结束时间 然后这里也是一个算式 它就是会帮你算就是 结束减开始时间 总共花了多少时间 然后你今天的工作项目是什么 然后你今天总共的工时是多少 然后最后这些工时呢 就会加总在就是 呃 每个月的表格上 那这个就是每周统计 然后每周统计它会会整 就是你这个月的十道 十道指数减引导指数分等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统计表 然后我们也会把一些休假的指数 都登录在这边 然后我们有计算就是 每个月的引导指数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去 再去扣就是你的十道指数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你的 这个月的可能 呃 补修或者是 应修或者是应补的指数这样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表格 嗯 这也是要不要放大一点点 那个percentage 书榴表的地方 书榴表 好好 然后我们会有周次统计 是因为我们的工时是两个小 两个礼拜不超过八十小时 所以就是我们会这样去检视一下 是不是这个礼拜要多修一点 或者这礼拜少修一点 因为我相信不只我们 应该很多NPO的伙伴 都会在六日或者是下班时间办活动 那我们就会用这边来控管 就是不要违反劳机法 然后确认自己还剩多少补修时间 这样子 嗯 对 那你们都没有什么要主管核准的问题嘛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就在小 就是 嗯 我们觉得其实周松还蛮常都是在远距工作 然后就是信任这件事情应该是我们内建的 就是 我觉得 额 合准的话比较多是 例如说 我们比较是采 嗯 比较重要的事情就会 就还是会需要沟通 例如说我今天就是 我今天就是不在 或是 我今天要请假 或是我要请假几天 这种事情我们还是都会需要 事先的沟通 就是我们的确还是会花很多时间沟通 对 我今天不在 或是 呃 或是我 这一般活动可能无法出现 或是怎样这样 就是这些 出缺席我们还是会有空调 这个我们 只是我们比较没有纠结 就是 特定 特定就是 我们不会特定 到底现在 就是 你到底是几点几分上线 或是你几点几分你手离开你的键盘 这种事情 这样 嗯 小组织可以 大组织可能 可能就需要 有一些谦和的过程 嗯 我没有谦和的这个吗 对不对 完全是 trust 我们在 刚刚贝斯讲到休假的部分 是刚刚我们有讲到 我们有用Google的形式力 然后因为大家都可以共同编辑 看到组织现在 有什么活动或谁休息 那我们可能就会先彼此说 我可能下礼拜一要补修 然后贝斯说OK 那我就会填上去 这样子 就是让彼此知道这天我们都不会在 好的 好的 那如果大家就是对于打开 再还有想要提问的话也可以 就是 结束之后也可以 因为他看起来 他应该就是用一个 就是Google的 大家平常使用的 Excel的类似的功能 那只是把它用到 移到Google上面的那个试算表里面 那如果大家有提问的话 也都是可以在 就是可以在询问什么 大家可以互相支援 好那这边的话 我再来问一个问题是 呃 刚刚的那个Gather Town 就是想 请问就是 以及这边就是刚才那Gather Town 这个想问说 因为他刚才有提到说是有很多个人在同时在这个有点像游戏里面 然后想问是大家就是可以像同时讲话 但是会因为我可能我跟A跟B人物之间的距离不一样 然后我可能就会声音会有大小声的不同的意思吗 对对 他的场地基本上会分两种空间 一种叫做公共空间 一种叫做私人空间 就是private space 但他不是说完全封闭 而是说在公共空间的时候 就会有这个人物角色距离的问题 所以假设我今天100人讲话 但是我身边 这我肃静站了只有5个人 那我只会听到这5个人的声音 我不会听到其他人的声音 但是如果是在刚刚讲private space 也就是像是我们现在这个会议室 当你的角色站进那个空间的时候 就像是你被拉进了我们现在的这个Google Meet的会议室里面 大家都可以听到彼此的声音 然后就算我人物跟你站了一个在门口一个在后门 都可以听到彼此的声音这样子 那这就是为了可能像今天这样的活动 我们有40个人 不可能40个人都围在一个角色身边 一定是就是可能大家散落在场地的不同地方 然后为了这样大家都可以听到声音的时候 设计的空间这样 那可以再接下去问 就是有像Gather Town这样子的方式 我比较建议是什么样子的活动 或是什么样子的会议形式 比较适合在上面 因为它是蛮有趣的 但是它可能现在 现阶段可能对大家电脑可能也比较 操作上面会比较不熟悉 那有没有什么样是你们建议说 可以大家可以先尝试什么样子的会议形式 可以先用这个软体试试看 嗯如果大家有电的话 其实一般我们自己开会也就可以上去 它的Gather Town它创建地图有一些template 就是它有一些范例在 你可以直接点选使用 然后那些范例有大的会议室 就很大100人的会议空间 也有小的可能5个人的办公室 所以它就是有不同的功能可以去选 那今天假设我们只是内部自己5个人开会 我就用小的空间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可能 会有5组的分组讨论 那我可能就去找有一些分组空间 我就可以在大会议室说 好那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议程了 现在可能有5个人要去A会议室 那你的人物角色就走出去 走到另外一间会议室去 所以其实那个感觉跟实体是很像的 比较有实体的感觉 就是我们都是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只是我们在不同会议室做不同的专案讨论的感觉 了解好的谢谢 那我再问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好了 是你们时间也差不多 就是刚刚有提到 一开始有提到就是在选择软体上面 就是你们会根据人数 然后还有可能活动形式去选择 就是你们要使用的软体 那我想问刚才就是如果是根据人数去做区分 就是直播跟双向这样互动型的会议室的话 你们那个人数的界限你们大概会抓在哪里 嗯 以直播来说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抓 像今天我们的会议是30个人 其实30个人在视讯会议应该是大部分软体的上限 所以30个人以内的话 哦40个 就是应该都要包含稳定度 就是40个30个人也许是比较适合 就是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是确保大家连线品质都是OK 都可以听到彼此讲话 都可以看到荧幕分享 所以在40个人以下我们就可以选择 是用Google Meet 或者是GZ等等的视讯会议 那如果40人以上 那大家又不用发言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请大家到 呃 YouTube去看直播 然后用文字来提问 这样子可以确保 不会因为连线然后听不到彼此的声音 那如果你就算40个人以上 你还是想要用一些呃 视讯会议的话 那可能就是要看你有沒有预算 因为很多服务都需要就是加钱 才会有Premium 或者是Upgrade的方案 那其实像Gallertown也是 所以这个就是看各个组织之间 对于预算的控制 这样子 好 感谢 谢谢以及的分享 那大家这边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跟提问的 可以举手直接说 好 那如果这边没有的话 我们就 今天会也就是今天的活动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那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想要提 就是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就是在做 就用群组用我们就是Hub跟NPO这边其实都我们群组 大家也可以在上面去提供一些经验 还有一些软体的资讯什么 那我们今天会议上面有提 有说到的东西 我们会尽量的整理的完整一点 然后也会把这些资讯就是 test 给大家 好那接下来我会在那个 我会在我们的留言的地方 就是贴上我们今天活动的问卷 就是回馈问卷 那再麻烦大家就是在 离开会议事前 就是帮我们点开它 然后帮我做一下我们今天的回馈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 我个人第一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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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